主料,牛尾巴骨头1000克,辅量,油,盐,葱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电压力锅放适量水,将牛尾巴骨放锅中,放各种调量,将锅盖盖好,大约15分钟左右后就可以了,将酱熟的牛尾巴骨头再放到锅中再炒一下,味道非常的好,烹饪技巧。 将好的牛尾巴骨再炒一下,味道就更好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